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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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考虑成本成本来去推广 去招募团队 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也许说这家公司永远都不需要30个工程师 但是因为我有了钱 我好像就一下子把公司的工程开得很高 把人都招进来 但其实他们也没有事情做 新的结果也不合理 这种也是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钱的话 我觉得一个工作会焦虑 一个人没有钱都心烦 更何况一个公司 如果一个公司的CEO每天都在想 我下一个工资怎么发 发不出来怎么办 那他一定没有时间去想好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创业者应该一定要有钱 而怎么有钱 拿投资是一回事 另外就是真的自己有办法去赚钱 我们的产品的优势在于 Vitink是一个轻研发的东西 就是说开通很方便 只要开通注册就可以了 后面一些装修设计 或者说一些小功能 其实也是一个实验下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所以研发阶段 我们几乎就可以说略过了 就没有什么简单可以说 只是说我们去想去怎么做怎么玩 当时说对于我们产品研究竟是说 从一个学校到更多学校就能去 因为我在中大做 我中大的微信我有大概三万粉丝 中大一贯就两万多本科生 我那个校区 它是一个饱和的一个量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学校 我从来没有去过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这样做 我们产品已经更要好了 我们就是要做每个学校都要有一个微信大号 这个是一句号可以概括得清楚的东西 那首先我要注册嘛 我肯定要把这些号都注册了 都设计好头像 设计好模板 第一步的事情 第二步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一个号就是它零粉丝 你发什么都没有用的 你零粉丝就没有人看了 我不能自己转朋友圈 我朋友圈里面也没有那个学校的人 所以我们觉得第一步是需要硬推广 那什么叫硬推广呢 就是所谓的能启动 很多创业团队 他们都有些很好的idea 他们就不懂得硬推广 就是说他们不会能启动 他们老是觉得 哎呀我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炒作 我可以营销 但是当你一个人都没有你 当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 听过你的名字的时候 你怎么炒都没用的 即使是阿里巴巴这么伟大的企业 它也是马云最早一家一家敲门 去销售它的所谓的网络荒业 所谓的电子商务这些概念的 它其实对于我们也有同样的道理 这个过程会不会说很脏很累 那肯定是 但它也避免不了 因为我们自己都做校园的 我们太知道校园里面 大家在哪些地方获取信息 比如说我们通过QQ群 通过邮件 我们有校园的贴吧 BBS 当然这些不是那么活跃 但它还在用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些渠道 去推广我们账号 就是先第一步的 垂直设施市场里面 怎么关注一个垂直媒体 获取内容的这么一个需求 是一种所谓的直接层面上的 它最高层面上的一个需求 是获取共鸣 我关注中大人 不仅是因为中大人 能够提供信息 而是我的很多对中大的理解 最大的吐槽 对中大的思考 在这个工作上 我得了一种共鸣 这才是你的品牌 能够跟用户化成一种 忠诚度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在每个学校里面 都会说 大家好 我是广大写的师兄 我们在做一个广大人的工作账号 大家可以少量让人关注 通过承认 或者说 承认自己是本校这么一个东西 在本校做一个第一步的硬黑广 来实现第一批用户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 当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账号之后 我觉得这件事要迅速打开人气 我们在想 什么可以迅速打开人气 一定要做一些 整个需要 所有人都愿意去关心 所有人都愿意去讨论一下话题 这个过程里我们磨损到了很多 我们也自己在不断地去尝试 发了一些东西 发现这个没有人看 如果说中大的人 对中大的校使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那我现在广大人也不会感兴趣 广大人他也不会对广大的校使感兴趣 但他们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呢 我们做了多之后 还在摸出了一套 他们对老照片非常感兴趣 因为这很有意思 不论是一个城市 还有一个学校 他们都很喜欢看老照片 所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比如说二十年前的广大 你还能认出来吗 我们发现这个发生之后 效果非常好 我们去找一些老师 找一些师兄去收集这些照片 发生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可能就在技大 在华工 在更多地方去做同样的一个做法 第二个就是说迅速去火一波 我们也做到了 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在技大 做技大人的工作照 我们通过技大的几个 这种技大老照片 技大人的这种吐槽 技大的一些饭堂 这种人人都关注 人人都喜欢讨论 但是他的一个讨论不完 也看不完的一个内容 当然这个可能是类似于 我们这个社会的名堂的一个心灵鸡汤 这个社会汤永远都需要心灵鸡汤 我们是现在第一波 但是你不能永远靠心灵鸡汤过日子 心灵鸡汤是吃不饱的 那现在第三个 就是一个日常的运营 日常运营中 也是利用了这个经验的一个系统 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一套 比较成熟的 从执行到反馈 到技术的一个系统 我需要关注这个学校的官方网站 我需要关注这个学校的 校园的官方的东西 同时我还要看官方没有提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通过爬虫技术 去不断地去用它的学校为关键词 来收集各种微博微信上的一些言论 在言论上就藏着大量的新闻素材 然后去吹这些新闻 报道这些新闻 做一个日常的一个运作 因为你如果没有日常的新闻的话 就仅仅靠这些心灵鸡汤 很快刚就觉得你的乏而无味 你没有新东西嘛 你的东西你发之后别人也能发 或者说你们这个重新是很强的 但是新闻只有我在做 他就没有做 这个新闻就远值着我的 新闻生产是比内容生产 就纯内容生产 各运行会强一点 我做的新闻就有典型的我的风格 但是做技术老套片 我相信我做跟你做没太大区别 只不过是我先想要去做而已 即使你转了我的新闻 但你竟然能够给我带来粉丝 因为大家是知道这个新闻从我这里做出来的 这是一个日常运文 第五个是一个说 让他走向一个像是独立的状态 我们做了多了之后发现 我每天要看三十个公众堂 我好累啊 每天晚上 每一个做媒体的人 或者说每一个微信的编辑 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可怕的十二点 因为他们知道过了十二点就不能推送了 这个是大限 每天一定要在十二点之前 不洗澡不吃饭 你要先把微信推出去 但是当你有三十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更可怕了 你要盯着这个 哇 今天晚上都十点半了 鸡炸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十一点了 华公又一个男生告白了 表白了 可能这种事情很多 我们把所有事情都抓在自己的手里 也是不健康的 它也不是一个长久之机 我们也是在反破碎话 因为我们常常有说事情自己做 所以我们就开始招募本校的主编 所以回到第一步 就见社长的一个层面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第一次做上的一个年轻人了 那这个时候 我其实要求已经高很多了 比如说我给你提供工资 你就当我的实习生好了 然后你的唯一任务 就是去做做公众档号 我人心有自己的风格 你自己做业务 接个时代什么 就自己赚好了 因为这个不是我想赚的钱 靠这种小业务 是赚不到什么真正的钱的 但是你要在文化上 跟我们保护统一 你要在口径上 跟我们 像我们看齐 在质量上 符合我们的标准 然后我怎么去激励他 让他有信用这件事呢 因为很多人都证明 他可能要为 我有这些账号才愿意做 你的账号 我不大愿意 因为一个月多给了我几百块的 十一补贴 我就不做这些账号 去做你的账号 那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就发现 对于这些校园自媒体人 或者准媒体人人员 他们想要的其实也不是钱 也不是荣誉 他们想要的是成长 他们想要是一个好的产品 那我就给你这些 那我们就去安排一些好的培训 我们请一些我认识的 余后的媒体人 随从师姐 过来跟他们聊一下 而这种聊的过程 会让他们觉得 自己是有所收获的 他们就会愿意参与这些事情 我为你的工作账号 提供记录支持 设计支持 让你这件事情 做得很简单 而且可以做得很漂亮 我让你看到什么叫标准化 让你看到什么叫优质 什么叫专业 对他们也有这种吸引力 他们才愿意参与 那到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现在一个 整个一个 从新产品的开拓 日常的运维 到最终再把它再放出去 给用户生产 那用户自己来做内容 那时候一个生态 那这个生态里 我们有全职的编辑 我们有实习生编辑 我们还有校园的校园小编 那这种不同的参与程度 不同的视角 因为可能我们编辑是全职的人了 他已经是一个新的视角了 他其实是构成了 一个多元化的传媒语态 而这正是学生想看到的 他们就想看到不同的声音 当这个城市做的程度之后 我们就会在想 这个城市和其他城市 也是有复制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 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从一个省份 走到另外一个省份 就这样 对我们所有的理解 有三个阶段 我们现在实际上到了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很好理解 就是硬广 就通过看力的方式 我就可以很告诉你 我头加一千块 底部加一个链接 给你五百块 你在十个号里面一起做 就一万块 一百个号里面一起做 就十万块 这就是一种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其实是有问题的 它的好处说在于 我的工程成本很低 我不需要二次加工 然后这种客户也很稳定 但它在坏水源里面 它会商量用户体验 我订阅你的微信号 肯定不是为了看文革的 它的第二个大问题是 它的价格是固定的 我一个头条收一千块可以 我永远收不到一万块 十万块 一个头条 那我们后来就在思考 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后来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每一个在我们微信号留言的人 他其实并不是想在 一手学校里面推广 他可能刚好关注了 我中大账号 因为他是中大的师兄 他在工作 他问你们账号可以发广告吗 他实际上 他并不是说自然在中大发 他那很多学校发 因为他的市场一定是面向所有大学生的 很少说我这个项目 只面向一个大学生 第二个是 当他来找到我们的时候 他的需求并不是说 我只要发个广告 他有很多需求 他的需求是 把我的产品给推给大学生 让各种大学生用我的APP 让各种大学生来玩我的游戏 而不是说 在这里发广告 发广告是工具 所以说我们要搭的第二个学校就是 我们基于我们的渠道 为他们生意一个整合影响 我们告诉他们 你们不应该在那里发广告 你还可以委托我们帮你们做活动 你还可以委托我们帮你们做校园的地面推广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开始变成一种广告公司 广告公司的一种角色 实际上说我们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说在赚钱 之前就是说在收钱 我们才开始说赚钱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有一个 就是已经没有像之间 有个很鲜明的天花板 那之前天花板是很明显的 我有10万粉丝 我一天最多就赚10万块钱 如果一个粉丝能卖1块钱的话 那现在是没有天花板了 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好的项目 它是个项目本身 只要我们市场我们做得好 它一样可以赚钱 我们变成了企业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他们的市场部门 在高校这个领域的功能和角色的一个延伸 既然说你在这家企业 你不懂怎么做高校市场 但是你需要这个市场的 我来帮你做 怎么去真的学生来做这个产品 怎么去真的学生推往那个产品 然后你在学生推往我都来做 比如说整形O2O的一个产品 微整形一个O2O的一个APP 那我们就跟他合作 在南方几个比较大的城市 女生比较多学校里面 做女神比赛 通过我们的微信的渠道 结合我们做的各种各样的新样的活动 女神投票大赛 等等一系列的方式 去向他的受众 他的目标受众 传递一种微整形是可接受的 是有益于美感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他们的APP的装机量 他们的业务都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那整个项目的费用呢 也不再说传统的 我一个广告几千块一个 可能它真的是几十万的一个项目了 等我们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实现一个月几十万 上百万的一个收入 那第三件什么呢 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思考和尝试去做的 就是说直接的为学生去更服务 比如说经常学生想玩游戏 我能不能跟游戏工程合作 开发针对一个学校的小游戏呢 学生需要找工作 我能不能扮演学生求职招聘的一个平坛呢 这种职业的服务他的价值 因为比如说招聘工程 我们知道猎头或者劳派遣是赚钱的 是可以赚了很多钱的 我们知道游戏更是一个非常非常暴力的行业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公司办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还是只去渠道吗 我们是做运营 做研发吗 这一块我们也在思考 但是我们的想法还是很明确 就是我们一定是基于这个东西 来衍生出各种好玩的服务给学生去玩 而不说每人去推东西 所以说商业模式第三个阶段 我还在探索 其实在对必然服务这一看 我们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因为首先我们在这个市场 有两种技能对手 一种是传统的官公司 设计上的蓝色官标这种 他们的特点是非常贵 他们可能一个项目就几十万几百万去包给客户 因为他们中间的策划汇用 平衡汇用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我们的优势在也就是首先 第一个我们是有价格优势 第二个是我们是很亲民的 就是更接地气 我们知道学生喜欢什么 我们每天做新闻 我们知道今天广大 我们知道今天中大 他们的观众是什么新闻 他们最近在讨论什么话题 第三个是公关公司他在去做方案的时候 他也是要告诉客户在哪些高校的渠道和QOL中传播 而我们就是QOL 我们就是渠道 我们是自由的 所以到底哪个事情要传播 我们是很清楚的 第二种技能对手是校园社团 就是学生会或者说学生社团 他们的问题就更明显了 首先他们最重要的在于他们不能够做很多学校 我说了每个科目的学校都不是在某一个学校里 他已经是在所有学校里 我不能够找一个广大的学生会 帮我把整个大海城 整个广州的学校都做了 第二个是学生社团是不职业的 而且因为学生社团是每年换季 所以他们每年的职业水平是一样的 他连沉淀和发展都做不到 第三个是学生社团 他不职业 他就不能够说 我专注帮你这件事 第三个是学生社团不能反馈 他只能说 我帮你像劳务外包一样 你让我搬桌子我就搬桌子 但是到底来说 你这企业的推广有没有达到效果 你想要的装机带有没有达到 你想要招人有没有能去报名 我不管 I don't care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实验不了他们需求的 而我们就办一个中间的一个角色 去完成这个需求 但是我们就很清楚知道 怎么去把那种 不会产生对结果的不好的影响的工作 就纯反正性的项目 工作给丢出去 哪些事情把它做好 这就是我们很清楚的东西了 用户这个概念 它其实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理解 在最传统的阶段 我觉得用户就是 给你钱拿你商品的人 我给你钱 就在你饭馆吃饭 到了互联网时代 可能这个商品 这个概念就变得模糊了 变成了服务了 就是说我付费 我来用你的软件 这是第二个阶段 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它就从付费来买软件 变成一种免费手机的软件 但是我看你的广告 就是说这个时候 用户不再是钱的用户 而是企业整体产品中的一个部分 我要把用户的卖给商家 这个时候是第三个阶段 就是说它用户自己成为了服务的一部分 自己成为了企业 为其他人做服务 做产品的一部分 其实今天我觉得是到了第四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里面 最后一个词就是时间 人把自己的时间给了谁 他也是谁的用户 你的时间用来看我的微信 你是我的用户 你的时间用来看我的视频 你是我的用户 你的时间成为了微信 就是微信的用户 时间越长越有价值 因为只要你在乎它的时间 你就可以用它的时间做任何的事情 你在乎它的时间就可以给它推广告 你在乎它的时间就可以给它做服务 你在乎它的时间 你就可以把你的品牌放在它脑子里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先把用户的时间拿过来 把这些小样的东西放到它的脑子里 最后它都得拿钱的一个转变 我是这样理解我用户的 我会觉得像默默那种产品是没有价值 一条曝光量很大的新闻 它可能一夜之间 一千万人 一亿人 在这一番明明他们的感情故事 但那个新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它的频次低 它只有一次 衡量一个用户跟一个产品的关系 有两个次 一个叫时间的长短 一个叫频次的高低 因为频次的高低很重要 低频次的需求 做量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它一定会被高频次的需求给取代掉 比如说微信 它做了支付功能 我就不再需要其他的支付工具了 因为聊天是高频需求 支付是低频需求 但支付里面加一个聊天功能 会有人聊天吗 不会的呀 我十天再开一次支付软件 难道我要去看时间前留言吗 当我回到O2O这个概念上的时候 为什么美团它会如此迫不及待的 全亲全力的去做外卖 因为它发现外卖这个需求 比团购的频次要高 我可能每天都要订外卖 但团购是一个项目比较高的一个消费了 因为五块十块的 我不需要团购 我团购的频次大概在一周两次 如果说美团做了外卖 做美团外卖 它可以用外卖去倒退它团购的发展 如果它不做的话 有一天我们习惯吃饭要饿了吗 的时候 饿了吗再推出团购服务 那美团的团购就站不住假了 这是为什么那些高频次的软件 打车 吃饭 它会成为最早的O2O的热点 而且它也低频次的 上医院 买房 它不能够成为热点 因为它的频次低 它要靠背后的服务来实现价值 它不是一个做平台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买房的确很暴力 但是一个人一生只买一次房 所以你不可能做一个O2产品 它每天就用的 它不是一个互料产品产品 我不会因为一个MVP就买房 因为我买房要跑很多很多地方 所以买房的服务一定是要靠线下的 我是让它去理解这个事情的 所以说当我去做微信的时候 我其实也是通常的道理 我的用户平均每天 有一个用户打开我突然一次 他够的时间是60秒 如果说我又帮他打开两次 提高我的打开的笑 那他够的时间就更多 我做的广告就更多 我做的影响就更深 有一天我不带警察发新闻 我还帮他找实习 他够的时间就更多了 所以说我们的使命 是要占据用户更多的时间 因为新闻这个评测是不固定的 只要有那种就有评测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媒体 那你就要想 怎么就当于用户的时间 那这就是我现在思考的事情 很多垂直的电商 它去做量 比如说我是做酒的 就是这个网站只卖酒 我通过补贴 让我的酒的销量很高 其实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社会上 它消费酒的量总体是稳定 甚至说是在下降的 如果说通过补贴的方式 我一夜之间 我一夜之间说在那买酒了 你补贴结束之后怎么办 他们都在囤酒 那我这囤了酒 我就更不会买酒了 你补贴结束 你的这个变化会非常非常大 补贴本身也是一种商业手段 就像打折一样 它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第二个是我是觉得 当前的国内的补贴是太狂热了 因为打车这个事件 我们看到投足到的钱 整个社会可以被养成一种习惯 而你的竞争对手没有跟得上 补的钱不够多 就会被拖死 我觉得这一种不正常上进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来实现那个服务方的 它应该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它应该是一个产品驱动的 我的打车软件 比你的打车软件设计得更好 司机跟用户的关系出现更好 响应速度更快 它是一个好的产品 它会取代掉不好的产品 但是如果说资本的力量 让他发现一个错位 那个做了更差的团队 他的创始人非常非常懂资本谈判 他拿很多钱 他去烧钱 结果他赢了 其实他是一种社会之间的浪费 因为他最终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对于个体而言 金融可以成为杠杆 可以成为助取器 但是金融不应该是发动机 钱不能够成为一个项目的发动机 而一个项目更不能说 以能融到钱当营的模式 以能烧出钱当自己的战绩 这就更扯了 第三个是当前补贴对外来的人在于 他们并没有测他们补贴的效果和成本 很多年前的创业者 他在创业的时候 他对这个商业社会是不懂的 他不知道这个社会的财品源是什么价格 甚至说他也没购那么多钱 他本身自己都没有实现财富自由 你给他一个几百万几千万钱 就觉得好厉害 好多好多钱 感觉烧不完 但是他师傅真的这个价值 即使说你能够培养出用户习惯 能够把用户发成有效用户 你的价格呢 一个APP的价格超过五块十块 OK 超过五十一把块的时候 我需要用五十块才能够让一个用户来用我的APP 那我的APP它到底这个需求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它真实存在 我为什么需要花这么多钱呢 五十块你可以让一个人帮你做一个下午的兼职 但是你却拿这笔钱来买它装你一次APP 这个时候就要去思考后面这个问题了 第四个是我觉得跟传统的行为结合 补贴只是传统的行为 加速改变的一种助推器的话 多数情况下是合理的 比如说上门美甲 我觉得我很看好这个行业 虽然我个人不美甲 但是我觉得将来这个社会 人们喜欢这种各样的消费 美甲它时间很长 去商店或者说去商场很不舒服 我在一个陌生潮流环境做半天 上门很合适 为了推动这种变化 我通过手单免费的方式 这是OK的 因为我手单免费 后面很多单可以赚回来 但是在一些产品里面 纯粹是通过补贴让用户第一次使用你的产品 而且你的补贴的方式 跟你的产品的逻辑没有关系 明明是一个设备产品 你就可以跟我说 第一次注册送鸡腿 这个是很多真实的产品 在大学中推广中的一个真实的表现 那我就不理解 我吃饭吃饭之后 我为什么还要进行用的产品 其实用户的粘性 我觉得就分两面来谈 一方面叠着它所有使用的评次 这个跟那个产品的定路也是相关的 如果你说说冰藏服务的 你只能用一次 第二个其实它是一种品牌上的一种粘性 就是它的迁移的可能性 我用摸了吗 当然我还有美团 这个迁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这些产品我用了它之后 就不用再用其他这家的产品了 这个现象就很小 我觉得会有一种因素 会有一定的那种情形 就是KOL 就是这个产品的总的用户 核心用户和顶应户 就第一批的用户 他们在用了这个产品之后 为什么不走 就可以回答后面其他人走不走一个问题 只有他们已经不走了 你才可以用花钱的方式 来买更多人进来 很多人做产品的时候 他们只心里只想着两个事情 一个是我们一个用户 有多少时间在我这里 或者说他在干嘛 另外一个是我有多少个用户了 但其实用户和用户之间是不平等的 比如说微信 它就有普通用户跟重度用户之分 可能这个还不明显的话 打车就更明显了 有的人是一个月打一次车 有的人一个月打20次车 这两个用户是完全不同的 当你打一次车的时候 你对价格是不敏感的 因为你很赶时间才会用打车软件 原来30块 现在50块我愿意打 但当你打20次车的时候 你对价格 对舒适度 对流程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了 这个时候产品能不能跟它上 如果这个时候产品 它的产品逻辑是跟不上的 比如说我这个产品 我的确就不适合它一个月打20次 我又花了钱把它给烧进来了 最终它会是一个很失败的商业模式 因为你烧钱并没有把它烧到 你能够赚钱的地方去 所以我觉得对一个产品而言 设计型的产品 它就要靠着它的核用户 KOL用户跟它的普通用户关系 工具型的产品 就要靠着它的重度用户 跟普通用户之间的关系 就先把这两个用户区分开来 每一种不同用户 它处在一个这样的使用场景里 再去它粘性跟数量 并且在数量中要区分开来 重度用户的数量跟普通用户的数量 就像快递滴滴 他们说自己一个亿用户 但他们自己很清楚 所谓的活跃用户 或者说真正的他们用户 而不是说为了尝鲜 去使用他们产品的 可能是很少的 这么少的人的时候 你能不能在给养活 能不能在给支撑 你这么一个商业模式 或者说你在那些将来 并没有实际效应的 非典型用户中所烧的钱 有没有价值 能不能减少这些钱支出 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有没有价值 有一条东西 还是糟糕的 毕竟 绝点 利满 绝点 完全 是 水 火 海 之 把水 水